一進到委員會NCC副主委翁伯宗 瞄準委員們一個個上前拱手打招呼 在立法院審查NCC預算這天 展現滿滿誠意 但已被記者問到中天新聞換照案 又在打太極 那個換照的程序還在審查中 那各方的意見 我們都會尊重沈卓 強調都會尊重 但各方專家的意見 NCC真的聽到了嗎 已別回到威權統治的一言堂時代 13個字為標題奉勸蔡政府 神邦媒體集團首席執行長投書媒體直指 當權者在消除與自己不同的聲音 打擊台灣新聞自由 假借技術官僚系統NCC之首 行排除一己之時 若當權者可以用各種手段處罰你 包括停刊撤照 那就是威權統治的一言堂時代 學界業界紛紛站出來捍衛 現任清大副教授 也是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學博士的 前NCC委員翁曉玲也權威分析 他本身他就是這個有更高度的 這個政治性言論的表達的意涵在裡面 所以呢就政治性言論的限制 NCC他在審查這個政治性言論的地方的時候 他應該是要採取是最低密度的審查 各方的意見我們都尊重 我們在換照的審查作業當中 都會審著各方的意見 謝謝 NCC委員們有一個迷思 他們總是想把所有台灣的私人商業媒體 做成像是公共電視 請問各位觀眾 如果說你每天打開的頻道 看的都是像公共電視 你會喜歡嗎 所以呢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 其實NCC今天更應該要保護像是中天新聞台這樣的頻道 從專業出發 專家們向NCC喊話 別讓黑手深入得來不易的台灣民主 不讓新聞自由走向回頭路 要問蔡政府這些意見聽到了嗎 藉著姚家鼎從越台北採訪報導 字幕志望